在中国,2020年山寨AirPods卖了6亿个,正品AirPods才卖9000万个。 因为根据苹果供应链信息数据可知,他们2020年为苹果提供的AirPods部件供货量达到了9000万件,也就是说今年的AirPods耳机出货量最多才9000万个。 而从山寨AirPods供应链的相关信息不完全统计来看,2020年的山寨AirPods出货量高达6亿个。 那么,苹果为什么不打击山寨,反而越来越高兴呢? 如果苹果想要打击这些山寨耳机,那么将会面临非常昂贵的时间成本和诉讼成本,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。 因为知识产权的起诉,取证以及论证这些事情,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。 就比如,在2011年的时候,苹果就向三星发起过诉讼,控告三星抄袭。 在此期间,苹果搜集了很多资料,可谓是证据确凿,最后结果已经很显然了。 但是,即便是这样,这次苹果和三星的专利大战居然耗时4年时间,苹果甚至还为此支付了上亿美元的费用以及大量人力物力。 比起三星这样的大公司,那些不成体系的山寨公司就更加难对付了。 而且,在中国抄袭苹果耳机、屏幕等部件的厂家多如牛毛,这些山寨公司甚至连一个固定的办公室都没有。 苹果公司将律师含寄过去,人家可以直接宣布注销公司,再重新注册一个继续山寨。 所以,想要和这些公司打官司,苹果就有一种大炮打蚊子的无力感。 这些购买了山寨AirPods的用户是苹果的精准用户吗? 答案肯定不是,这些山寨AirPods用户在购买之前肯定不是苹果的异项用户。 但是无线蓝牙耳机其实是刚刚诞生的新兴市场,知道的人不多,而山寨AirPods靠着便宜,让广大的用户群体完成了尝鲜。 但是山寨AirPods存在着一个一直没有功课的难关,降噪。 在这项关键技术上的苹果,凭借技术优势保持了三年的领先时间。 当用户习惯了AirPods的使用体验,但是又无法忍受这个山寨耳机,还若有若无的噪声,会萌发购买真正的AirPods的想法,那么它就变成了正品AirPods的潜在客户。 苹果正品AirPods价格比较贵,不缺钱的人自然会买,想要体验好的人自然会买,已经把高端市场的份额紧紧抓住在手中,已经赚得盆满钵满。 但是中低端市场,小米等公司仍然有很大的份额。 如果这部分市场持续长久的存在,随着技术的进步,有可能慢慢地进入高端市场。 可是苹果就是借这个山寨AirPods打击对手,虽然自己在中低端市场没有份额,但也不让对手有生存的空间,同时也可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。 虽然山寨品便宜,但是人都是向往正品的。 苹果放任山寨的泛滥,打击的其实是中国的自主品牌。 其实,不光中国在山寨,世界也在山寨,山寨是逃避不了我们的生活,虽然每年市场也在监管,打压,但是山寨产品已经家喻户晓。 现在市场上主流的两大消费者是这样的。 第一个是消费者不知道买了山寨产品,他以为是正品。 第二个是消费者知道他是山寨,但他就是要去购买这个产品。 总之,这个世界只要有市场就会有山寨,只要有价格对比就会有人贪图便宜。 你对这个视频有什么想说的呢? 请在评论区留言,喜欢我视频的朋友,请点赞和订阅一下。 我们下期见。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一下。